大家好,我是Dame 最近,韩国电视剧市场陷入不景气 导致许多演员面临越来越长的空白期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顶级演员也不例外 他们因空白期引起的不安情绪 成为了大中门关注的焦点 韩国顶尖女演员孔猿者出演一个YouTube频道后表示 我的心情有点复杂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考虑放弃演戏 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行业 我反省过很多次 是不是真的渴望演戏 还是因为生活需要 演戏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才做 因此我重新回过了自己参与过的作品 韩国顶尖也透露了他对演戏的渴望 现在所有人都误会了 没有作品找上门 如果能透过这个节目有新的作品找上门的话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我不一定要是主演 片酬可以降低 我只是想和真正优秀的演员合作 我还有很多想要挑战的作品 除了韩国顶尖之外 另一位顶级演员KIMANA 也在一个YouTube频道上透露 结婚后 我对作品的渴望增加了许多 以前有很多作品找上门 我会说让我休息一下 但现在真的是熟了很多 所以每一份剧本都变得更加珍贵了 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 KIMANA表示 在那个过程中 她感受到了很多感激之情 意识到工作室多么的珍贵 2000年代的女神Hanese 也在自己的频道表示过 我想要把在《还餐业科普》中的形象留在过去 以演员的新面貌与大家见面 她也坦言 最近没有作品 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担忧 此外演员易江武 前Rainbow成员苦无理 前Lovely成员 测济素等许多演员 也表达了对不盼望的空白期 感到失落的心情 易江武表示 现在的电视剧市场真是一团糟 摄影师们也都在休假 不知道曾经在电视剧市场 黄金时期的资本都去了哪里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拍戏 苦无理也曾在一个YouTube频道上苦诉 自己作为演员没有工作 并表示 我真的很好奇 最近的演员都是在怎么过生活 大家都在打工吗 还是都待在家里 最后是 Lovely成员测济素 演员作品空白期变得很长 因此以直播主的身份 与粉丝们见面了 她表示 我本来正在走演员之路 但最近的情况并不理想 潮流变化很快 我在其中寻找了自己 能够做得好的事情 目前在韩国 无论是资历还是性别如何 许多演员都面临着相同的困扰 而广播业界认为 顶级演员的高昂出演费和制作成本的增加 是导致当前问题的主要原因 就算是制作电视剧 现在的收视率也并不高 对吧 这似乎很大程度上受到OTT平台的影响 疫情期间 OTT使用增加 OTT出演费上涨 想在OTT出演的演员增多 OTT级别的出演费也适用于一般电台 制作成本增加 给制作公司带来负担 制作的节目数量减少 就算是为了海外版权 但每次都是那几位演员出演 所以才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将演员视为一种商品 那么在暴动中提起的这些演员 不是应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有问题吗 如果他们的演技出色片酬合理 且与工作人员关系良好的话 应该能持续出演作品吧 对于很多韩国一线演员 没有作品找上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可爱的 Seventeen Mingyu和Blackpink Lisa的互动 在Burgati活动上 遇到的Lisa和Mingyu Lisa用表情开玩笑 他们两个都是97年出生 原本就关系很好 在拍照时 Mingyu让Lisa往前走 彼此相视而笑 真的像真正的朋友一样 超级好笑QQ 明朗的人和明朗的人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 真的像是在看女生朋友 和男生朋友的感觉 喂 这个怎么样 帅吗 啊 算了吧 真的是很像好兄弟一样的异性朋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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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